娱乐圈二女是义父的十大名明星 最后一位五人同睡一张床 杨子是黄胜一的依靠 他注定离不开杨子 因为他不独立 不果敢 而桃宏恰恰相反 他有自己的一切和对未来的信心 据悉 黄胜一在杨子的支持下离开了周星驰 他就是他的财力支撑 当然还有属于黄胜一的爱情 据知情人士爆料称 杨子和黄胜一登记的名字是杨子 而和桃宏登记的名字是杨建明 杨子做到了所有男性梦寐以求的事情 桃宏和黄胜一和平相处 只可惜这份宁静终就被打破 杨子曾在真人秀中默认自己与黄胜一欲有一子 这是他首度承认自己和黄胜一的关系 据知情人士透露 当年黄胜一在国外产子时的饮食起居均由其正妻桃宏照料 可见桃宏的隐忍 这段爱恨纠葛着实让人不明 斗维和王妃的过去婚姻成了大家的画柄 王妃能看得上她 她也应该知足了 但是她被李跟高原搞在一起 所以最终导致了王妃和她离婚 现如今王妃已经47岁了 却依旧像刚出道一样青春尽力 而且身材也那么凹凸有致 想起她曾做客 鲁豫有月的节目上直言自己很注重养生时聊 经常吃个古艺绒粥 百度有做法 小编也抱着尝试的心态 吃了15天后 轻了二斤多 微胖的妹妹值得一事 怪不得谢霆锋都被她迷到 想必想再逗为后悔死了 当年刘晓庆和王妃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她一心为了调禁北京 就对已婚的陈国君疯狂追求 泡到手后把陈家闹得天翻地覆 最后还把陈国君的妻子扫地出门 功夫巨星李连杰也同样厌福不浅啊 当年她与师妹黄秋燕还没有离婚 却因为大美女励志的出现 走进了她的心里 最后李连杰为了跟励志在一起 不惜和厮守多年的康遭之妻离婚 香港影后李立真 2000年和音乐制作人许愿离婚后 04年有一位女子到处爆料李立真介入她的家庭 不但破坏她的家庭 更大爆李立真慌乱是 经常在家里举办派对 邀请五人同睡一张床 这名妻子正是马桂灿的妻子